近日有境外言论声称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 12月21号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徐贵向对此表示 新疆根本不存在任何强迫劳动的问题 广大劳动者的各项权益都受到中国法律保护 劳动也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那么实际上到内地务工的这些劳动者 我们突出地估计了一下 他们的年均收入大概在四万元左右 那么跟内地当地的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大体上差不多是基本相当的 那么在江内转移就业的劳动者 人均收入大概是在三万元左右 那么这些呢都远远高于远远在家欧运的收入 所以这个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好 我认为了一年均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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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他要进贷的 radical地圳竺利运的 帮房さ忧问 我们该接受到这个现场的 我们的人均收入了一年均收入了一年均收入了一个 一年均收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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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均收入呢 会上有记者向新疆宗教人士提问 新疆的清真寺安装摄像头 是为了监控并惩罚那些去清真寺的人吗 对此 和田市加买清真寺哈提府 伍布利艾山 图尔孙尼亚兹表示 安装摄像头是为了保护我们和信教群众的安全 和犯罪和自然之间的疾病 和提供的人 之后 不正当的犯罪和刺微积罗和刺族的人 和这些罪和刺族的则是为了 今年的并是,新疆的 并且,此次的死亡的党患者 与于俄织的医院和医院和医院的犯罪 我們身份有陰陽在有進行的 社會的絕對成績的不一樣 我們身份的調上 我們身份的 我們身份的 我們身份身份的 我們身份的 你的身份 也很高的 在他自己的 仁仁华人在 能力的 我们都知道 能力教学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correo 徐桂向介绍,到目前为止,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没有发生暴恐案件,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农村安居工程169万多套,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156万多套,一千多万群众及一千新居,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2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在新疆绝对贫困的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